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鼻梁欢迎来到民主阵线啊 那么这一期呢我们回到中国本身啊 那个俄乌呢暂时放一边啊 因为这两天他那边也没什么啊干的相当猛的事啊 等有等那边开打了猛事开干了啊 我们再报啊 呃这一集呢就是说几个事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第一个就是俄罗斯的专家说 随着日本的加勒奥库斯不仅具有反华性质 而且具有反俄性质 那么今天我看到这个日本啊 他是否认有关传言啊 那么这个事我们来做个评论 第二个事情解放军四收055大驱 带着啊差不多440枚导弹吧 直接照着美军就去了 啊造了美国航母就去了 那这个事呢我们也来谈一谈啊 好吧 呃还有几个 就是关于啊世界银行和呃这个航长 涉中的言论 和这个美国财长耶伦 涉中的言论 我们呢做个点评啊 呃还是军政跟政经的结合啊 第一个呢大家要知道啊 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 林肯号航空母舰啊 他不是这个开进了日本海吗 呃要在朝鲜 太阳节 啊这段时间呢 搞什么军事演习啊 不是韩国不是重新又说 要把朝鲜列为这个 这个头号敌对分子 怎么怎么样的对吧 啊那么不是要搞点军事演习吗 啊所以说呢半岛局势呢 也会很紧张啊 啊那么 那美国到这里来玩 啊那中国呢 肯定不允许他这么来玩 啊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啊 目前呢解放军已经积极的行动了起来 不仅在林肯号航母抵达日本海当日 就派出了舰艇进行监视 近来定有四处零五五大区齐聚东海 显然一摆好了架势 面对林肯号航母严加监视 以防其借机身事 实际上美国航空母舰 一直处于我军的严密监视之下 根据日本防卫省公布的相关消息 在美航母抵达亚太地区当日啊 穿过日本对马海峡 进入日本海的是 我国海军815A型电子侦察船 而其此行的目的显然十分明确 那便是陪同林肯号航母战斗群 共赏日本海的亮丽风光 815A型电子侦察船 此前已经多次于美日军舰交手 绝对算得上是这一方面的一把好手 这个大家应该就可以知道了 老兵啊 料事如神了啊 我之前就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我说肯定是这个815A啊 这个电子侦察船啊 海狼级啊 的这个电子侦察船 去盯着他们了啊 新秀级啊 海狼号啊 那么作为一艘远洋电子侦察船 815A啊 不具备任何的打击能力 啊 但他在获取电磁情报 实时电子干扰等领域上 作用却不容小缺 我大家知道 在澳大利亚北部啊 在这个台湾东部地区啊 有280天 这个815A啊 就在那就在那边警戒呢 实就是说 你看到没 电子干扰能力 这个这种船啊 台湾东部地区几架战机 不是坠海吗 跟这艘船有很大的关系啊 所以说 这个呢啊 什么蒋正治的死 包括前不久幻象的那个事情啊 那个死 都跟这个船有关系的啊 那解放军首次就直接讲 实施电子干扰等领域上 获取电磁情报啊 所以说你看台湾 他只要在花莲跟台东地区 那边的网络一直都不太好啊 就是这个电子干扰船啊 放这个电磁呢 啊 在收集情报 而且呢 台湾要进行无人机的这个是非 那么在东部地区 只要飞起来 就会像苍蝇一样的啊 被沙虫器喷了以后 就掉下来摔了 原因是什么 也是由于我们的电子干扰特别强大 啊 这就是海机 海军拥有这样的电战船 才说明你才是一个牛逼的海军 啊 不 不是说你光有055这些就可以 你航母还可以 你还要有这个玩意儿 啊 还要有这个玩意儿 同时815A续航时间长达50天 也就是说此次进入日本海的这次815A 完全能够对美航母保持不间断的监视 这样强大的侦察能力也是令美日军舰十分忌惮 分别派出了P1跟P-8A两型号的反潜巡逻机 对我国电子侦察船进行追踪 但日本还作为公海 不光是美国航母可以进驻 我国海军自然也享有通行自由 对于这一艘815A 美日双方显然都没有什么好的应对方法 实际上美航母此行来到亚太地区 恐怕绝不亚于美美所说 威慑朝鲜这么简单 在当前俄乌冲突局是愈发紧张的当下 在俄罗斯后方要武扬威也是林肯豪的任务之一嘛 甚至是暗粗粗的拉上日韩干坏事 也完全不会令人感到奇怪 为此我国也是紧急调遣了四周055A型驱逐舰 做好了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 毕竟055这样的防空型盾舰 绝对是算得上是美国航母的克星 055在全球驱逐舰序列中 也绝对能排到上号 该舰具备技术成熟 灯位大火力猛定优点 其配置的112个导弹垂直发射系统 绝对算得上是针对舰载机的大杀器 大家要知道这玩意儿就是 专门配置给美国的航空母舰玩的 而且它是玩这个航空 这个是联合防空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为什么四周055 全都给了这个北部战去 为啥 在这里要搞这个联合防空 而且它的目的就是海基中段拦截 以及对这些舰载机实行大规模火力覆盖 所以说它的作用是这个作用 专门是盯着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和航母本身来玩的 它还携带这种超音速的这种 舰载版超音速的这种导弹 当然中国没有公开 但是肯定是有的 所以说这就是展示威力的一个时候 所以说我跟各位讲 美军2021年 尤其从下半年开始 它减少了在中国附近自由航行的数量 为什么 尤其是它那个海狼级的康涅第一个号 最牛逼的这个潜艇 出事以后 它减少了 因为在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尤其在第一岛链内部 美军它不敢轻举妄动 中国解放军有几百条各大小的船在这里活动 给了它很大的压力 你航空母舰那么庞大 中国派一些22式的导弹快艇 带点反舰导弹 超音速反舰导弹 只要把你航母打一个窟窿 马上它就成了 所以这不是闹着玩的 这是非对称的一种游戏 你他妈过来的都是造价不菲的 我都是用便宜货来盯你 就可以搞定你了 咱们的近海防御 大家知道没任何问题 这些大区 够美国 可以给它带来灭顶之灾 那么同样的 我们来看另外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就是奥库斯的事情 俄罗斯外交部 外交学院 当代国际问题研究所 专家弗拉基米尔 诺日丹诺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日本可能加入后 美国 英国和澳大利亚组成的三国联盟 奥库斯 将不仅用于威慑中国 还将于威慑俄罗斯 日本产经新闻12日 援引多位政府官员消息称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三国分别在非正式场合 邀请日本加入 奥库斯三边安保联盟协议 消息称 美英二三国希望在高超音速武器 电子战 网络 能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等先进技术领域 与日本技术能力产生系统效应 大家要知道 你看到没有 超音速武器 电子战 网络 能工智能 量子技术 这几方面 美军呢 其实很多都落后于中国 也就是说 这就确定了 美国要跟中国打冷战的军事手段 是什么 就是这几个方面 所以我跟各位讲 老兵一直以来开节目到现在 我跟各位讲的军事都是 前卫的超前概念的 网络 太空战 网络战 对吧 量子技术 能工智能 超音速武器 中国在这方面已经领先它了 甚至俄罗斯 在超音速武器跟电战系统 它也是比较牛逼的 能工智能AI 量子技术 中国也非常牛逼 超算 对吧 电战 我们现在也 除了这个飞机 我们如果说能够 再增加它的质量 跟军舰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拥有非常强悍的能力 这才能陪美国玩 美国现在意识到落后了 他也把日本也拉进来 但是我说过 日本现在是否认这个消息 但是有这个苗头 但是你把日本这样一拉进来 俄国就认为说 你在这个地方 要针对我搞一些事 对不对 你把我俄罗斯当了敌人 那么我说过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日本主动要当 中国跟俄罗斯的这个敌人 公开的敌人 那也挺好的嘛 把它给评了 对不对 所以我跟各位讲 日俄关系的糟糕 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 中国在这里 不会看上去像过去那么势单力薄 但是那只是看上去 事实是中国一家 可以在这个地区 干掉美军所有的部队 没有任何问题 明白吧 印太司令部38万军 我们有多少军 他能玩得过咱们吗 是不是 但是日本会完蛋 日本 大家要知道 打掉美国在这里势力 就是要同日本去决战 所以中国俄罗斯联合起来 同日本去决战 韩国要是全纯运动的话 把韩国也给它评漏 就这么简单 没有什么多废话的 所以说关于这个事 我们可以看出来另外一个端倪 就是说 日本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因为在印太地区的关键节点 边缘位置 从一个大后方大基地 在这里有它的太空站 可以在这里实施 拦截中国 包括俄罗斯的一些卫星的讯号 海军在这里出动 攻击型核潜艇 都是在这里活动 战略轰炸机 对吧 变成一个大的一个大后方 把日本加进来 把日本变成桥头堡 吸引中俄的活力 对吧 那也是日本死 这也是这个奴才死 他们又不用死 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特点 他们没有把台湾囊括进去 没有把台湾囊括进去 这就是跟我之前的分析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说 美国啊 根本不把台湾当一回事 他也默认了台湾不是乌克兰 因为台湾士兵的训练情况 跟他的装备情况 抵抗意志不强悍 所以他以 我之前不是已经讲过了吗 在奥库斯没有出来之前 我就已经告诉各位 我说过 美国现在做的 在这边做的这个军事准备 是他已经做好了 台湾被我们武统以后 他该怎么办 他在做这个准备 所以说他默认了台湾 将会被我们给收掉 而他无能为力 他的目标是在后面跟你怎么博弈 明白吧 所以这点大家看清楚 所以说台湾是被他给默认给抛弃掉 默认给抛弃掉了 日本作为他的靶子 前沿桥头堡 那日本将会非常惨 跟中国两个核大国为敌 他会非常惨 他会被从地球上给抹去 不是开玩笑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件事 两个事我们可以连起来看 就是世界银行减少依赖中国 可能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世界银行行长 David Marpas 4月12日周二表示 世界各国正在减少对中国产业的依赖 可能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他还认为以美元为核心的金融体系 运作的相当的好 世界银行嘛 说的难听点 说是说世界银行 他的行长都是由美国人来担任的 国际货币经营组织呢 都是由欧洲人来担任 主要是由法国人来担任 所以说现在呢 世界银行 它本身就是深层政府的一个概念 国际货币经营组织也是啊 他们都是为美元全球化而服务的 那么他现在呢 说这个话呢 实际上就是说意思要跟中国脱钩 不就讲这个意思 让全世界跟中国脱钩 对不对 他表示 中国应该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成为其他国家共享价值体系的一部分 他补充说 我不知道那个情况是否会发生 所以说 而且尤其是他针对 他认为在中国这次搞这个新冠这种封城的状况之下 尤其像上海这种城市 深圳出事 天津这种地方出事 应该啊 大家考虑这是一个契机 可以把产业链给牵出来 但是他没有考虑到一点啊 就是 所以说 就是说中国虽然说现在在封城 但依然是全球最稳定的投资回报点 啊 最稳定的投资回报点 从今天 最现在的数据可以看得出来 啊 上海这些 深圳这些城市 已经不是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城市了 还有其他的城市 前前三个季度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 又是增加的 又是拉大这个逆差了 啊 是不是 那么 他说这样的话 无非就是一种冷战思维嘛 站在美国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 就有冷战思维 就又要搞过去铁木那一套 跟中国脱钩 跟俄罗斯脱钩 啊 他们在 不能说他们现在在做这样的事情 而是说他脑子也有这个样的计划 但是我说过川普跟中国要硬脱钩 他那失败了 明白吧 所以说这 不是一个善查说出来的话 啊 不是个善查说出来的话 那么 还有就是这个 耶伦啊 他也针对中国说了一番话 啊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呃 耶伦的话是这样的 美国财长 俄乌战争彰显必须改革世界经济体制 怎么说 耶伦周三在美国智库 在大西洋理事会组织的一次会议上 呼吁对世界主要经济机构进行改革 称乌克兰战争表明 需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组织进行改革 他表示 必须使现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多边开发银行现代化 使他们适应21世纪的挑战和风险 日益全球化的情况 耶伦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以及世界银行年会举办之前的 一周发表上述讲话 引发关注 他认为 现在是修复国际金融体系中的 缺陷的正确时机 而这些缺陷正在带来一些实际问题 美国已经对俄罗斯实施了几轮经济和金融制裁 包括对俄罗斯主要银行的资产结构和交易禁令 耶伦认为 这些措施应该迫使克里姆林公 在支持其经济和资助 弗拉基米尔普京 继续进行残酷的战争之间做出选择 他指责哪些没有与俄罗斯断绝贸易关系的公司和国家 结合他跟这个INF的话 他批评INF的话 跟世界银行的话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 如何来防范 这些像以俄国中国为首的国家 去美元化的这个进程 如何要保证美元的这个霸主地位 而且还有一个 如何去改革 如何不给那些 不跟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和制裁的 和这个不公开谴责俄罗斯这些国家 对他采取经济上的限制措施 不给他们贷款 把他们的这个信用评级往下降 他不就是想的这些事吗 他想的还是怎么保护美元 世界银行的行长说 美元没有任何的危险 还是不可动摇的 但是他们说这个话 就代表了 确实俄罗斯 在金融和经济领域的这个愣劲 跟这个反击 让美国感觉到了很大的威胁 而且这样的趋势在发展 老兵一直跟各位讲 美元他现在 不可能说马上就把它 给灭掉 或者是把它给削弱 不可能 但是趋势是这么个趋势 因为俄罗斯已经开始在搞一套 独立于美元体系的一套 这个区域货币的这么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现在在落地当中 很多事情已经 小项已经开始在落地了 已经在落地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 以不变因万变 变那就变得彻底 那就是要改革 当然美国也不会坐以待毙 他也会在这里动这些脑筋 做这些事 而且他也批评了中国 说中国跟俄国的这个 这个贸易额度在增加 这样对中国不利 怎么怎么样 美国会搞中国 怎么怎么样 说他妈一堆屁话 所以我跟各位讲 他们这些人 永远都不是什么擅长 你跟他们打交道 你只有用实力 跟他硬上 仅此而已 否则的话 你是软柿子 他就绝对捏死你 懂吧 所以我说啊 目前这个世界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这个铁木啊 越来越坚固了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